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特意请了曹新成董事长来上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谈一下对于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的认识 曹董你好 大家好 主任好 石板先生好 曹董 对于中共国的国庆献礼 你最近一直在媒体上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中共的本质是流氓 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暴力说谎 再加上无法无天的阶级斗争 完全是一个流氓政权 所以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伪装成国家形式的黑社会组织 你这样批评中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 他这样的状况 你的认知的根据是哪里来的 其实我记得199几年 大陆有做个检讨 就是说过去各种无法无天的状况 是怎么来的 好像我记得有个北京清华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 姓苏的 他就讲说 这个文革这种暴乱起来有致 第一个就是说 苏联共产党在推动十月革命的时候 他们就说 为了达到资产阶级这个目标 任何手段即使是很犯罪的都没有关系 所以他们说说谎没关系 暴力没关系 那么讲的话不认账 不守信用没关系 这是苏联共产党 那么当然早期这个 中国共产党是学着苏联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那么学了这个之后 毛泽东这个其实他是熟读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就充满着耳鱼我诈 残暴吃人 这种历史他弄得非常清楚 那么我记得后来胡耀邦 他们后来文革以后 他们跑去参观毛泽东住过的窑洞 他们一看了 里面没有一部任何马克思的著作 反而很多金平梅这类色情小说 后来胡耀邦跟别人说 我们都被这个毛泽东骗了 毛泽东的话 他得熟读中国这种阴暗的历史 所以他把苏联的这些什么暴力谎言加了一个仇恨 挑动仇恨 制造斗争 然后强调无法无天 所以他毛泽东的名言叫做 脚往必须过正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是中苏两个共产党所有的恶职 集中在毛泽东身上 那所以我以前讲说 他这个基本上就好像我们僵尸片里面看到那个僵尸病毒 你那个被僵尸咬到以后 你马上留情不认 立刻变成一个嗜血狂魔 对不对 然后那个理智丧失 所以这个基本上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看到的现象 就是这样子 文化大革命你看看 所有人都是咬别人 斗别人 对不对 父母斗子女 子女斗父母 学生斗老师 斗校长 那么这个官员斗斗 那么军队斗 反正这个斗成一团 这个就是变成 那是很可怕的 所以说我想 所以说这个 有一年韩国推出这个 叫失速列车 Train to Puzan 我看了就很有感触 我说这个 他们这个编导什么 也只是拍一个娱乐片 其实那个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 非常的精确到位 是 对啊 所以那时候 真的就是你去感觉 这个 所以文化大革命 到到后来 连中共都说 它是十年浩劫 对 这浩劫 就是说这个 这个悲惨到无法形容 只能用浩劫两个字 对啊 对啊 所以 所以这个 那么因此这个 你共产党来讲 它这个 很多的这个住宿 你看像这个 像这个焚客 对 你直接带了 我这里有这个 对不对 一整套的焚客的三部曲 对 解放的悲剧 是 这个文化大革命 对 还有这个 毛泽东的这个 大饥荒 对 这个都形容它这个 种种 疯狂啊 嗯 这种 可怕的事情 对不对 嗯 所以现在呢 就 就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们这个改革 他们文革结束 知道说 这样子不能再搞了 嗯 说检讨 嗯 那么检讨 检讨在这有个 关键的时刻 有人说 是不是要 应该把毛泽东啊 加起来 好好 就是他搞的嘛 对不对 要不要把他这个 编尸 嗯 邓小平说 绝对不可以 嗯 毛泽东这个 像呢 要永远挂在 天安门城门上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 虽然 这个 犯了很多罪过 可他建国有功 嗯 所以这个很可笑 就是说 他建的一个这个果啊 嗯 造成中华民族老百姓 这么大的灾害 对 邓小平认为 他是有功的 嗯 这就表示什么 就是说 流氓组织啊 虽然做尽坏事 嗯 可是 建立了流氓组织的 头头 嗯 创始人 嗯 还在 比赋 他们这些小流氓啊 嗯 继续 呃 这个吃香喝辣 所以他有功的 是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你对中华民族 造成多大的灾害 因为你建立了共产党政权 所以你是有功的 是 也就是说 共产党政权跟人民的利益 完全相反 是 可是呢 我们还是 我们共产党还是要维护这个政权 是 所以就是流氓组织嘛 是 这个这个共产党这个他奉行的这种后黑学 他们就是说我只要目标正确 这是他认为的正确目标 我可以不择手段 对 任何手段 我只要为了这个目标 我都可以做 这种这个逻辑就是完全是没有底线的嘛 没有任何人类文明的规则可言 对 我觉得这个毛泽东啊 他就是说过两句话 他一句话就是说 干革命要靠笔杆子和枪杆子嘛 嗯 笔杆子枪杆子还当成毛主席语录 到处在宣传嘛 嗯 其实只想笔杆子就是谎言嘛 枪杆子就是暴力嘛 嗯 就靠暴力和谎言在统治这个国家 嗯 这句话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但是他印成毛主席语录 让全国人民去学习 嗯 所以说他维持这个政权 我觉得是什么呢 维持这个政权 其实就是维持这些共产党人的特权 特权 我记得 我在日本好朋友叫石平啊 他是 现在也是日本评论家嘛 嗯 他父亲是这个 过去四川大学物理学的教授 物理系教授 后来文革的时候被打成黑五类 去养猪 嗯 然后他就试学了 他经常去看他爸爸养猪 但是他后来想到他童年的时候 基本没吃过猪肉 嗯 他就后来长大以后想 我爸爸养的猪 他给去 养的猪作为特供 给领导吃 嗯 像他们天天养猪 这个都 他小孩都吃不到猪肉 所以说呢 这种呢 而且最近中国疫情嘛 嗯 我听说中国最近啊 过去中国什么房子最贵呢 是学区房嘛 嗯 就是说周围有个好学校 嗯 这个房子就很贵 或者租金也很贵 买房子也很贵嘛 嗯 说现在啊 学区房不行 现在最贵的是 跟领导是同一个小区 嗯 领导住的小区的话 房租涨了好几倍 嗯 为什么住进去不封城 那个小区不封的 他有特权 就算你要是随便 你再有钱 现在有钱就不管用了 有钱照样封你 然后对 然后你买不到东西 可能饿死 但是只要是小区住的领导 嗯 他就用各种手段 哪怕有这个 疫情感染的话 偷偷的运走以后 这小区他不敢封 不敢封住领导 所以说现在 有领导住的小区 都开始很涨价 这为什么 这也是共产党的特权嘛 嗯 不管什么 包括防疫 某种一个人人平等的 事情的话 他也是按这个特权来统治 然后中国用暴力和谎言 共产党就是维持这种特权 所以这个我觉得 中国人民应该早日觉醒啊 嗯 其实这个政权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这一群人 他们自己的特权而维持的 是是 可是台湾很奇怪 有很多人 他们看不清 中共的黑社会的本质 老是说什么 两岸一家亲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了 可是你如果问他 你在台湾跟竹联邦黑社会 你会不会也讲同样的话 说我们是一家亲 你不要打我 不可能嘛 所以为什么他们对中国 中共会说这种话呢 我觉得台湾这个非常多的媒体 那么或者是这些所谓这个 这个名嘴 我觉得都是被大陆也收买的 那么就我知道说 比方说像这个玉木铭 以前新党的我也认识 大家都很熟 最近他的言论非常的荒谬 他说这个和平统一也太慢了 我们应该快快武力统一 那我说这个人怎么变成这样子呢 其实他在东北 他们这个中共给了蛮多的好处 中共呢 中共这个很简单 它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 他随时给你特权 让你发财 让你这个享受什么荣华富贵 可是你吃了这个 等于是那个诱饵一样 你吃了以后 你就散钩了嘛 对 所以你就一直会被他 就变他的一个工具权马 所以我说台湾很多是 中共在台湾的权马 那么他们是混淆是非 颠倒事实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 从这个言行上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你不要说这些权马 中共权马 台湾就说 美国不会派兵 美国不会帮助我们 人家拜登讲了四次 我会派兵 他们就是 他们瞪着眼 你看美国跟加拿大 两支驱逐舰 开进台湾海峡 对不对 他们说对不起 这是国际水域 对 国际水域基本上就是说 台湾不给你管 台湾不是你的领土 那么裴若西也来 就是说台湾不是你的领土 你不要乱来 那么你看裴若西来 多少台湾媒体也在骂他 挑衅 你的土地 人家 那个中共说是他的 他要来这个 把你强调 然后说你如果宣誓 你是 这个 不接受统一 你就是台独 台独要全部杀光 而且不留活口 这胡锡俊讲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裴若西来说 对不起 台湾不是你的领土 你别乱来 你说乱来就是 齐决 帮台湾这么大的忙 可是你看台湾这些 中共的喽啰 偏偏在骂 说挑衅 然后说 蔡总统 抗中保台 是挑衅 所以这个就是 整个思想 我不相信 他们是这么样的糊涂 可是他们 为什么讲这个话 因为别有用心 对不对 就是 就是中共全马 所以台湾今天要知道说 还没有被统一的时候 这些全马 每天颠倒 是非黑白 万一被统一了 你是没有公理的 我是常常讲说 大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 他就讲 所谓西方的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 都是错误的 我们要敢于 对司法独立 谅见 这什么意思 就是 司法是不能独立的 这一切都要听我党的 你怎么相信 司法院 你法院你会 得到公正的审判 独立的审判 没有这回事 反正就是 就是党 法院是我党开的 对不对 国家是我党的 党国党国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大陆 你比方说 那个刘小破 说要推动宪法 抓钱 宪法是 摆在兵柜里 不能看 不能讲的 你要爱党才行 你爱国是不行的 对不对 爱国你可能就是 挑衅知识 你要爱党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流氓的 流氓的这个 这个组织 在黑社会 所以在台湾 为什么会很多 这个很奇怪的 叫你不要抵抗 你任何你抵抗 就是挑衅 你也这个 不要相信美国人 美国人 从1950年 6月27号 第七舰队 开进台湾海峡以后 他就是你台湾的首富神 对不对 那你说美国没有派兵 美国怎么派兵 随时都来 现在又来了 对 那不叫派兵 那美国军舰都不是兵 所以这个就是 每天的扭曲 认知 一方面 让你不要抵抗 一方面 叫你投降 另一方面 跟你说 美国不可靠 你要不要相信 美国人 你要相信 我们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 你要相信 我们中国共产党 是爱你的 可是呢 你如果是有什么冤屈啊 你也不要相信 有公正的司法审判 所以你就是 反正你是乖乖的 就是 反正一切 一切就是 听党话 听党话 对 听党话 那么 可是这个党 会不会对你 真的照顾呢 你看看 这个 这个 刘少奇是谁啊 被毛泽东斗死 他是谁啊 他是国家主席 是 对不对 林彪被毛泽东逼着 逃跑 追击蒙古 是 林彪是谁啊 是 林彪是共产党元帅 是 他是这个 毛泽东 写进宪法的 国家的继承人 是 指定继承人 指定继承人 对 他们对这种 国家主席 指定继承人 随便 杀害 你 台湾 你 共产党来了 你每天趴在前面 每天一个 像狗一样 巴结他 会不会保住你性命呢 不见得 是 这个确实是 这个冯克的三部曲 对这个问题 确实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 这个共产党 他对于人的洗脑 他的可怕之处 就是他要求所有的人 都成为一个 没有人性的人 他不光是对刘少奇这样 对林彪这样 他是要求每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 都不要当人看待 你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一个 所谓的最高目标 至于这个目标 是什么 实际上大家都不知道 为了某种奇怪的目标 你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来做这件事情 这种丧失人性的 这种统治方法 是共产党的本质 这个曹董 你看这个书 你看着自己感触很深 就是我说 他这个意思 我们既然有个冠状病毒 我们知道危害世界 现在全世界死了超过500万人 可是我说 中共所散播的这个病毒 叫做中共僵尸病毒 这个僵尸病毒是 刚刚我讲过 从苏联来 结果毛泽东 把它加了很多 更猛烈的毒素在里面 这个中共僵尸病毒 它真的会 已经荼毒了中国 然后你让它继续扩散下去 它已经荼毒全世界的 这很可怕 就是说 你还看一看 想到中国共产来了 他说摇你一口 你就人性喪失 就像我们在文革看到的 是 对 人性喪失 人性喪失 然后凶残无比 对 你看他们这个共产党 斗争别的时候 很凶残的 是 对不对 所以有一年 好像1968年 一大批的浮尸 从珠江口流出来 流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 全世界就震惊 对 你们现在看一看 应该还有这种摄影展 那个都是他自己 斗自己 斗出来的 所以 所以这个病毒 本来我们期望说 它改革开放以后 能够慢慢的消弭了 可是 2012年 习近平上来之后 病毒就在发作 有的人 我有时候碰到 有些台上 他说 哎呀不会了 你哪讲那么可怕 那是以前了 现在不会了 错了 现在病毒又在发作 所以这个 你看 病毒发作什么情况 第一个 限制言论自由 然后第二个 法院 不仅没有这个是非 你人权律师 我都给你抓钱 是 是吧 由于你好像 大致抓捕 人权律师 是 同样抓起来 然后 镇压这个维吾尔人 新疆 镇压香港人 这香港人是 我说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公开反应 因为我在香港 2019年 亲眼看到 这个共产党如何对付香港人 是 我说这不行 对 我一定要出来 讲话 我绝不能让台湾变成另外一个香港 对 香港是什么情形呢 首先 香港750万人 以前是规规矩矩的 没有人谈政治 对 没人就 大家 大家努力的改参生活 对吧 为什么香港 是会变成国家安全问题 要定个国安法 真可笑 750万人 在他那个 14亿人口里面 就是 不到1% 大概 刚刚超过 这个0.5% 对不对 这些怎么会 手无寸铁 怎么会 造成你国安问题呢 这个问题在于说 香港它有言论自由 它有舆论自由 这个自由 对他来讲是 不可承受之重 因为这个人嘴巴会讲 那我做过这么多坏事 这么多电山倒事 这么多那个 暗无间天日的这种事情 你不讲出来这么行呢 好 镇压 国安法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台湾这个 中共喽啰在台湾 讲什么两岸一家亲的什么 统一以后 单单你的自由 就是它的安全的威胁 对 从香港没看到 对 不容许有人自由 对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 也不是已经说了吗 统一以后 你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全部要进行再教育 对 再来说 这个 亲 叫什么 爹亲娘亲 不如共产党亲 是 教育这种东西 要教育这些东西 就是 完全是这样 所以这个石板先生 你觉得为什么 毛泽东已经死了46年 共产党完全走不出他的阴影 他本质上还是奉行毛泽东思想 然后习近平 实际上习近平 他爸爸也是受过毛泽东的苦的 可是他现在完全来做毛泽东的这一套 我觉得习近平小的时候受打压 很小 他父亲就被抓起来了 然后他一直 习近平很可怜 他自己 他好像七八岁的时候 他父亲抓起来了 他有个弟弟 然后他再次 他爸爸被关在牛棚里 再次见他父亲的时候 是大概十四五年以后 他二十岁 他弟弟大概十八岁 中共特批他去看一下他爸爸 他爸爸看到两个儿子 以后很激动 然后我两个儿子终于长大了 然后问你们谁是姓平 谁是远平 因为两个兄弟十几年没见 分不出来了 就是这种被扭曲的情况的时候 但是说作为被镇压的人 他有两种想法 一种就是觉得这个社会太糟糕了 我要改好 另外一个是很羡慕养特权的人 我可以随一句话就可以 把你全家打入地狱 习近平应该是他变成一个后者了 变成后者之后 另外一个 习近平最 他没读过什么书 他小时候最熟悉的 就是毛泽东那套统治模式 然后习近平他在陕西下放的时候 写入党申请书 就写了十几次都被打回来 因为他父亲是反革命 然后再同意 然后他现在也是就是说 当时为了效忠 为了进共产党 就是说尽了这种肉麻的话 而他现在呢 就爱听这种肉麻的话 爱听这种表现 我觉得习近平刚上台不久 有一条新闻 就在中国的是南昌铁路局 什么受表彰 是什么 有一对新婚夫妻 结婚的新婚之夜 两个人抄党章 这很不正常 结婚电脑上打开抄党章 而这个时候爱党 然后就得到表彰啊 你讲这很不正 任何人我觉得 属于搞笑的一个状态嘛 所以说这样 很没人性 对 这种人性完全否定的情况之下 他觉得这样的话 你看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表示对我的臣服嘛 他也知道你抄党章是表演 但是你表演我就高兴嘛 那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说我觉得 现在在台湾那些 要讲着两岸一家亲这些人 将来如果真统一的话 这些人的话 你要不你表演就去找党章 要不然的话 这个也被镇压的 这个铁拳是无情的 因为他们现在可以随便 这些人就爱讲话嘛 包括我觉得现在 跟李瑶啊 龙英台啊 这些台湾的 在台湾来看 属于统派嘛 大中国思想那些人 他们的书完全被禁啊 在中国是不能读的 都是大毒草啊 所以说 真正要统一的话 这些现在的媒体活跃的 这些统派的名嘴 我估计 马上就不让说话了 曹董 我们来看这个历史上 类似的情况就是 德国怎么纳粹化 被希特勒洗脑 那中国现在 有没有可能是走上 一个德国纳粹主义的道路 就是习近平这个煽动了 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后 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 像当年德国中产阶级 支持希特勒一样 现在在支持习近平 领导中国 走向一个军国主义 走向一个霸权主义的路线 等于是 中国的中产阶级 实际上是支持 习近平的这条路线的 如果是有这种人 大概我是跟他不有来往的 那么我接触了一些 大陆企业家 其实都非常反共的 就是他们 他们这个 其实因为常常跑海外吧 对 那么也知道外面怎么回事 他们是不容易被这种洗脑的了 不过呢 在大陆这样子 你说这个 你这种黑社会 你是没办法保持中立的了 对不对 对 所以说你看 你像这个 《雪红土地》这个作者 谭中 他本来在大学教书 对 后来就是去采访 以前经过土地 所谓土改的人 土地改革 对 然后他看种种这种 残暴的罪行 他都不能不写出来 对 他写出来之后那么就 实验了 就实验了 实验了 然后现在被逼着跑到海外吧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在大陆 你如果是不认同他 通常你会受到逼迫了 像我比较熟的这些 都是跑到海外嘛 对啊 那这个 那留在国内的 他其实也没什么选择了 我想啊 因为这个 那共产党他都很厉害的了 所以现在 共产党我觉得对中国最大的危害 就是使得他没办法走入 现在的文明 对 我记得那个 这个 二十世纪的日本人非常崇拜的一个管理学者 叫Peter Drucker 比特杜拉克 我想日本人就把他 对对对 他书都 对 我没读过 有效的经营者 对 那么他就 讲一个我觉得印象深刻 他说 所谓现在 现代文明的社会 是个机构化的社会 就是说institutionalized society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制度 一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机构 比方说大学是个机构 那么教会是个机构 比方说你这个什么 律师工会 比方说这个 各种政府 这个 各种机构 他都是能够 自主管理 然后对这个社会 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 稳定性的力量 这个就是机构化社会 你没有这些机构的话 你一盘散沙 所以说 那么这个机构很重要 可是 中国共产党 它是有意的 刻意的摧毁 所有的机构 只有它一个机构 就是党 所以说你看 企业里面 我加党书记 比如说政府机关 所有单位 现在连那个庙里 你信佛抢经 都有党书记 你说那个庙里面 我看有些庙里面 早上起来生国旗 是 那它就把所有的机构 全部破坏 所以这是用病毒来看 病毒通常就是说 它侵犯你的器官 找寄生之地 那么你如果 比方说我们这个 冠状病毒侵犯我们的肺 我们其他地方没有被侵犯 我们还有机会复原 可是如果病毒 侵犯到每个你的器官 你就没有办法复原 你没有办法复原 所以中国共产党 就用它这个病毒 侵犯到所有的这个机关去 是 那你没有办法建立一个 机构化的社会 是 所以你 这个很可怕 这个说对这个共产党 对中国人 中华民族 它是造成一个 这种巨大的破坏 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让我们为这个 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感到悲哀了 感到悲哀 不是何年何月 它可以从那个僵尸病毒里面 能够复原 重现生机 真的看不到 对 所以现在台湾就是很重要的 你要给它切掉 你不要再跟它什么 那个搞什么两岸一家亲 什么两岸 血浓一水 你现在好不容易 在台湾能够像1996年 总统直选 中国千年以来 它就是一个鲁迅奖的 吃人的社会 为了吃人的社会 这个专制的体制政权 它是用暴力 这个掌握政权的 所以呢 他永远相信暴力 你像大陆的维稳经费 比它国防经费多大 管老百姓要管得死死的 对 那台湾非常幸运 1996年我们直选总统 台湾是有史以来 中国几千年历史里面 头一个真正出现的 老百姓当家作主的一个国家 民国 对不对 以前这个大陆讲什么 什么共和国是假的 它的共和国 有没有宪法 有写的很漂亮 尊不遵守完全不遵守 对 它就是指 没有国法 是相信邦规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黑社会组织 所以台湾 是几千年来 第一个出现的一个民国 真正民放在国之上 以前所有的是 家放在国之上 比方说这个汉代是刘家的 那个明代是朱家的 这是家放在国之上 大陆现在党放在国之上 真正民放在国之上的 就是台湾 所以我们现在的台湾是公民 在以前 你在中国漫长历史里面 你只能做 要不然你就是做 你就是做皇帝家族 要不然你就是做他的英权 所以成功 成名 那名是奴 就是只有两种 它是组字 成 像奴 你不是成就是奴 成就是英权 就是替这个 替这个主子来 来管控 这个奴 底下这个奴 就是 大俄 满清 你看满清剧 第一个什么 见到官员 奴才怎么讲 奴才怎么讲 是奴 所以 真正台湾1996年之后 我们是民 我们是公民 对 那这个是 其实惊天动地的 是 所以台湾人也要珍惜 你公民什么意思呢 公民你是顶天立地 是 抬头挺胸 是 你是站起来做人的 是 你以前这个陈恩奴 你用什么 半跪半蹲半趴 你是没办法顶天立地的 所以台湾人也要珍惜 自己的这个公民的身份 所以这个就是 那么 那么这个 有这个公民身份 对于这个 共产党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就是说 你流氓的话 流氓会规定 所有的地方 在我地盘里面 所有看的我都得要低头 或者下跪 有人站在那边 还敢 看着他 他感觉非常不安 所以 台湾变成公民 那么对于这个 这个中共来讲 很害怕 所以为什么1996年 我直选我的总统 干你什么事 设备弹 不许选 对啊 所以你看这个共产党 他的心态 他是要你永远 做他奴才的 你不可以做公民 所以台湾 今天一定要 记住 公民 经过很多人的奋斗 也很多的机缘 还有美国的派兵 保护 你才能够变成公民 你要守住你的 这个公民的 这个身份 资格 要把这个公民 身份 带来相传下去 你不能再让你的主持人 又变成英权 又变成奴才 对不对 这是台湾人 现在人的使命 我认为 是 是这样 你刚才有提到 你的一些企业家的朋友 现在对于共产党 对于习近平非常的 不光是失望 实际上也有很反感 这样的状况 实际上 现在中国 习近平推行的国进 民退 很多对于民族 对于企业家和私有资本的打击 这种状况 在这本书里面 实际上很多描述 是非常类似的 那你这些台湾的企业家 他们现在在中国做生意的 实际上心里是应该会非常担心吧 对啊 所以我最后也看到 以前我认识一个企业家 在那边发表文章 说这个习近平应该找曹新城谈谈 他的意思是说 他在大陆介绍很多人 大陆就跟他讲说 你只要台湾不毒啊 不会打 是骗他的 对 所以这个台商跑到大陆 很容易被骗 被骗的时候跑来 跑来这个 回到台湾来骗老百姓 就是这样 什么时候他说你不毒他不打你 从来没有讲过 而且什么叫毒 什么叫捅 由他决定的 由他决定 对 是不是 你香港好好的 他说你危害我的安全 是不是 所以这位台商他写出 我说你不要蠢了 赶快回台湾来 他的意思是说 他以前在中我 投资块地 后来被什么周永康集团 把他坑了 所以他就一直要 要上述什么 上述无门 那就回台湾来嘛 你还在那混什么 我不懂 还建议了 我才不要跟什么习近平谈 跟他谈什么 确实这样 但是石板先生 你有注意到 中共实际上无数次的公开说 1949年国民党战败以后 国民党已经丧失了 代表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 作为实际上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 但是国民党似乎对于这个问题 一直是存在一种很困难的 对于国家认同的问题 它存在着认同台湾 还是认同中国的困惑 就你观察 国民党为什么 到今天70多年下来 还是存在这种 认同台湾和认同中国的困惑 怎么说 当然我觉得这个一个是 他因为民进党 已经把这个本土派的神主派抢走了 他只能在守着中华民国 但是这好像中华民国最近 也被民进党抢走了 所以国民党其实现在很少 但是我觉得说话国际很奇怪 就是美国拜登说过四次 我要帮助台湾 但很多人还想美军不会来 人都说四次了 但是说九二共识 这个一中各表 中国从来没说过 而且多次明面说 没有啊 没有一中各表 对 那国民党说有 或者是前不久 朱宁安说 我说我的 他说他的 这就叫各自表述 哪有这种逻辑的 就是说中国不管说什么 他就宁可相信 美国人不管说什么 他就宁可不相信 他站在这种逻辑 来判断问题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 就容易失差了 而且呢 很难得到这个 真的台湾的大部分支持 所以说按照这种逻辑上 但是我刚才讲的中国 我觉得中国的国家呢 它是一个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的国家 就是党明驾于国家 然后人在党上 其实我觉得应该有一些 国民党的特权时代 走过来的人 是很享受这种特权的 他们认为可能 如果张海统一了 自己可以当特首 可以再次拿到特权 我想应该不是多数 但一定有这种人 我觉得好像有很多人 非常的enjoying 非常愿意炫耀 他们在中国被统战招待 可以前面有警察开刀 可以去钓鱼台国宴 可以有各种特权的享受 他们觉得我代表国民党 代表台湾去中国 被这么招待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容忠要主的事情 当年很多台商说 就是下飞机 有一群小女生 拿着花 说欢迎欢迎 热眼欢迎 然后他就觉得 好 这个很有特权感 因为这些小学生都不上学 到机场去迎接他 这就是特权 可是曹董 你以前去中国 也是被这样欢迎吗 被这样招得很尴尬 对 我是以前曾经什么 三步警车开岛 一路亮绿灯 绿灯 对 可是我坐在车里面 我都想把头梭到车里面去 不要被外面看到 很粗鲁 对 你看他走了一部分 然后很多老百姓 在走在那里拿那个喇叭 坐开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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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觉得 还野蛮 这很难贵 我想像这种特权 对 所以很多台商 这个讲起来 就是说 也是中国历史的遗毒 因为你这个封建社会 它永远是有阶级观念 用个官本位的观念 比方说我现在到哪里去 一定要把我关个什么 连电荣誉董事长 或者什么创办人 我说我就不能 因为草新城 不行吗 不行 你千万没有个头衔 你觉得这个人就没身份 我再加一个 这是通过历史来的官本位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一个title 一个组织赋予你 什么东西 你是这个人 客人是没有身份的 所以这个台 这个很有趣 我个人感觉 所以你就在这个 台商去大陆 他给你一些什么 表面的 让你热血澎湃 你就上当了 这个东西就是 一般台商的心理 可以就是说 所以说为什么 我们旅美历史学家 余英史讲 你要反共 你要文化素质 你要文明素质 否则你就会表面这些 这种过去封建社会 那种这个 由上下来的 给你特权 给你那种什么虚荣 你被他诱惑 然后被他欺骗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般 我必须讲了 很多台商他是 这个文明是文化素质 不太够 很容易被这些 迷惑掉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大陆非常了解人性 非常会掌握这个人性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对 以前这个什么 连爷爷回来了 宋爷爷回来了 都是经过这一套 以前你好像在中国的时候 你也经常采访这种状况吗 我在 对 也会采访 那个时候 就是中日关系 日本客人也是 也会来的 然后 我小的时候在天津 我小的时候是去欢迎的 去欢迎的 70年代的 少先队的 对 洪小兵 对 我们刚才讲到 九二共识一中个表 这个苏奇马英九发明的东西 这个我看到曹董 你在媒体上 最近一直也批评 这个苏奇马英九发明的 九二共识一中个表 逻辑不通 但是最近比较好笑的是 中共的政协报 这个是汪洋主持下的政协报 这个有一篇长文批评 苏奇马英九 这个奖九二共识一中个表 根本是捏造的 那这个好像是 你打了他们的左脸 中共又打了他们的右脸 这个左右开弓被打 可是他们好像 自己还在那里 战战自喜的 在那里 这个坚持他们的这个说法 你怎么看 为什么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 这个 这些 这些马英九苏奇这些人 为什么对这个事情 这么纠结 因为中了僵尸病毒 所以说你跟大陆接触 你没有像余英石 有足够的文化素养 文明素养 做你的免疫系统的话 你没有打中文明文化的疫苗的话 你去后被他中了僵尸病毒 江源我讲过 特征就是 他理智上师 不讲逻辑 然后 就是说你看那个朱利伦接受 结果执行访问 人家说 乌克兰已经证明 谈是没有用的 独裁者要打你 就是会打你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谈什么 那朱利伦说 我们就是要谈了 我们就是谈了 所以这个变成就是种病毒了 并且智力降低 智力降低 所以智力降低的结果就变成说 是说你看那个 被人家打脸 国民党被中共已经一再地打脸 打得脸都肿了 他坚持说 这只是温柔的抚摸 他打我是一个 可能是爱我 打是爱 骂死青 不打不骂 是祸害 所以说你分析这个国民党 我现在分析他们是这样 你知道那个清朝 被中华民国推翻以后 很多的清朝的移民 移老 移是移留下来 移留下来 移老 他不承认中华民国 他是坚持他是大清国民 对不对 中间最有名的就是 那个大学问家 王国伟 王国伟 王国伟他这个 他是一直留着辫子 拒绝穿西装的 他是自认是大清一耀 那么结果 后来是 本来府仪还住在故宫里面 当时清朝跟中华民国签协定 说你可以住那边 你继续搞那些什么 文武百官什么的 闹剧 牛的 可是后来 被那个军阀赶出去 冯玉祥 把他赶出去 赶完之后 王国伟就他这个想抚辟的心 破灭 跳昆明湖 投湖自尽 这个很有名的 所以今天 国民党有一些人 他以前在 也是讲两讲的党国之下 他是等于是里面的重要分子 那么 其实这个 我讲这个 在两讲时代 所有人都接受教育 五个信念 第一个叫做主义 主义底下是领袖 然后才是国家 所以他这个 主义是什么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 那么 这个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打回大陆去 我们是汉贼不两立 我们是 中共是万恶的 我们绝不能承认它的合法存在 我们要把它消灭 所以一个中国 你绝不能搞台独 搞台独我就 我就没理由打回去 所以两讲时代对台独 它是深无痛绝的 因为台独等于说 毁灭了 它要消灭 反共大陆的一个 一个合法性的理论基础 对 反台独比反共还凶 所以这个台独就被污名化了 很多人平常台独好像 好像很坏 可是它会在哪里 讲不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两讲 这个党国 我叫做讲世党国 党国 对现在党国的 以前的这些人 所以就这个思想 思想教育了 那么现在 从我刚刚讲过 1996年台湾直选总统以后 这个党国不见了 现在是民国 可是很多人呢 还活在过去党国里面 跳不出来 就跟王国会一样 叫王国会自杀了 他不自杀 他现在每天 他现在反而变成什么呢 他从那个 跟中共这个党国 他跑向取暖去了 因为党国的文化是相近的 所以说他跑向取暖去了 那么他们因为 因为一直被这个教育 都是主义领袖 才是国家 对 那么 现在这些 我叫做讲国移民 移民 希望他移回去 他不移 他是移留下来 这个移民在这边 他就是 好像台独是 多么肮脏的事情 不正常讲 他一定要讲一个中国 一定要统一 可是统一统一 你要打回大陆去 你不是人家跑到大陆去 你被他统一了 被他统一 显然不是这个两讲交代的 两讲是你去把它消灭 你怎么被他统一了呢 所以说他在这个 实际上是失落的 在里面呢 在文化上是失落的 可是失落的人 他还是要生存了 他就要他们找理由 找理由 一方面就是 你讲台独 骂你骂你 那台湾 我是常常讲 他发明一个叫做 很奇怪叫不同不独 我说在世界上 要不然就是独立的 要不然就属于别人属地 哪个地方又是不同不独呢 没有啊 对 那么这就好像说是 你一个人问你婚姻状况 你要不然就已婚 要不然就单身嘛 你说我又已婚又单身 错了嘛 就是骗财骗色 所以说现在 中华民国是 独立111年了 那么你说 他是独立的 他这人 很骂你 就是很奇怪 所以我说 现在台湾大陆说 我大陆都保持现状 我说保持现状 保持现状是独立嘛 你坚持保持现状 你就是独立 你就是台独啊 你不是不敢讲呢 对 为什么遮遮掩掩掩呢 说我明明 我明明是想保持独立 可是我又 我不讲 好奇怪 就是这个台湾 所以这些 台湾很多思想的矛盾 就是因为 有这些蒋国移民 在这里 所以说台湾很复杂 看起来是两国 还有个第三国 还有幽灵国 在那边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的问题 在这里 是 曹董 你最近在媒体上提出的 训练三百万黑熊勇士 和三十万宝箱神枪手的计划 在台湾社会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心理上和技能上 帮助台湾年轻人能够有一个抗共保台的坚定力量 你这些计划现在推出来以后 下一步怎么办 怎么把这个计划真正的推广出去 怎么样让台湾的年轻人都能够建立起这种抗共保台的信心 这个大家要花点时间了 那么像那个黑熊局势学院 不是我创立了 是一些很热爱台湾要这些很优秀年轻学者 比方说沈博洋 他是美国博士 同时也是在教犯罪学 这些他的教授 都优秀 这些人知道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活动 所以他们做 所以我就是看来他很好 那就问他们进度 他说什么一年一两万 经费困难 很多人卷助他 不过就是人数多 钱不太够 全都不能那么四五百万 我这样 我希望那个 因为现在2027年 可能是一个大家的关键年 普遍认为2027年 这个中共 这个习近平要蠢动 因为他如果这次又连任这个 连任这个以后 一年嘛 对 他可能在那边说要蠢动 所以你要 你这一年训练一年两万都不行 我说起码三年 你们训练是三百万 台湾九百万个家庭 三百万等于说 三个家庭才有一个人 知道说战争开始的时候 我们该做什么 怎么样应变 其实是不够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先定这个目标好了 那么我就问他说 定了目标 你们算了大概需要多少钱 我本来以为说 三十亿大概不够 他说大概 五亿多就够了 我说很开心 我说这么便宜 我说给你六亿 六亿 那么你们尽量做 那么 那当然另外有一批人就是 要喜欢去训练大家做神枪手 那么 就是像帆愁他们做 那 那我说这个也值得鼓励 对不对 那么 所以说这个 现在 本来还只是想 一年训练两万的 你现在突然叫他 一年训练上百万 他现在 赶快要组织上 要加价 现在 找新的办公室 很多那种 志工 part time的 你要把它变成一个 全职的 所以这个要强化 强化的时候 要有段时间 对 所以慢慢 慢慢就会看到成果 对 那么外面 反响大家很大 是 一般那个 像国民党每天在 有些那个 什么 那个中共的 在那边揉揉 每天想麻醉你 打不赢的啦 不要打啦 你不要惹他 他就不会 他就不会来 打你了 什么 就这些 散布这些 可是我发觉 很多人是不信这一套 很多人说 我们要保家为国 所以这个是 一个很好的现象 对不对 所以单单推动 这个神社的时候 推动这个 黑熊勇士 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可以强化 大家心防 对 同时这个 强调大家 这个 不怕死的这种 那 那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你看 这次这个 乌克兰 因为全民有这种 抗战的这个 这个决心 对 所以现在 这个反败为甚 对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这次普丁很惨 他把他车 他把他中亚开会 每一个呢 以前他 他那个 好像可以操作了小国 每个都让他等 故意修理了 你看你看一个镜头 就是那个 普丁也在那边 坐在这空的 他一个很尴尬 等了很久才来 甚至印度总理 他等了很久 进来就教训他 说现在不是战争的时候 他已经 战败了那个 被那个 被那个 嫌弃 羞辱啊 已经在上演当中了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 台湾要坚定的 保台 坚定的这个 抗敌 这个对台湾 非常非常重要 那 所以这个 像那些 中共的喽啰 每天在被台湾讲 会死人啊 你看 乌克兰死多少人啊 打仗怎么会不死人呢 是不是 可是死人谁造成的 你侵略者造成的嘛 对 我们别无选择啊 对不对 那我 我不承受 我贪生怕死 那就被人家 踩在脚底下 当奴隶嘛 就是选择 很清楚 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黑熊勇士 神射的时候 就是我相信会 有点时间让它酝酿发酵 它会整个茁壮起来 所以这个是 当然 我想我们很渐忍着 大家都有这个信心 是 真的是谢谢陶董 对于这个台湾整个社会的 士气的提升 你的贡献很大 而且在国际上影响也很大 你最近 这个接受了三十几个 国际媒体的专访 还有十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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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来我就很开心 我替台湾发言 我分一个情况给他们听 第一个我说 台湾 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 1912年成立 现在111年了 大陆成立只有73年 大陆说 台湾自古就是它的领土 可笑 对 他同意 而且台湾并不是说什么的从中国独立出去 是共产党 从中华民国独立出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就要澄清这个 台湾绝对不是中国领土 陪派西来是对的 因为很多人在欧洲 像我昨天跟德国人谈 他说我们德国人很多认为陪派西来是制造紧张 我说 我说这个 你是错了 陪派西来是帮忙台湾 而且 从整个世界来讲 有让中共 知道说 你攻打台湾 是干冒世界的大不回 对于这和平问题是太重要 所以这个就会呈现很多观念 所以也很有趣 然后他们跟我谈过的 都会介绍别的人来说 那个老头子很有趣 越觉得越多 我现在呢 介绍到十月中去了 我陶总辛苦了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那真的谢谢曹董来跟我们上我们的节目 这已经是第三次来我们的三国演义节目了 那谢谢曹董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